其實說到民鄉的台索亞廟 是全台灣為一個依台索亞作為信用主席的廟物 每當的台索亞文化責任是 地方相當重要的綜合性質 日後來綜合民生的狀況 當時也是台中工業台下 報告收人無限的現場 台索亞的信用可能和民鄉地区早期開會 他身為借的生命有關 若石家賓手提到四方期 甘心看起來很危險的台索亞 坐在報告中鑑報 台中工業台下副告收人無限表示 台索亞賓手看起來很快是有關因 一般的神明都是磁眉善目 但是大視野它的造型特別的凶悍 猙獰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因為它是管理眾鬼的神明 所以它的造型必須要是青面獠牙 面目猙獰 才能夠壓設這一些老大公好兄弟 林博恒是國代中工業方面的寬意學者 林博恒表示 台索亞是來自副告的觀念台索 而且以台索亞為信用主體 並向台索亞廟正是專台唯一 林博恒嚴破 這可能和早期並向地区開發有關 可能就是因為瀉鬥嚴重 或者是說 跟這些開發的過程裡面 有太多人犧牲生命 所以我們必須要 普渡這些受難者 所以用大視野 一方面是慈悲的心 普渡所有的老大公好兄弟 另外一方面呢 用大視野來壓制 就標示軟硬監司先禮後兵 林博恒表示 台索亞算是貴翁 最后進行規劃代表著任務關心 特別是嘉義官文化館公局 今年開辦神鬼演藝學院 背後課程 是由林博恒老師進行到民宿概論 改觀民宿審讀改歲和參考驗室 以及參考民鄉大師家廟 獨奏信奉廟 貴高建立宮 台北福祉宮廷廟 以輕輕了解到嘉義的綜合文化 尚深刻要向民鄉鏘 蔡鳳報道